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体问 农历正月十八 第十八道答案 经扣一段或二段的成就 若不认真修行 还有退道的危险 如陆东赞法王 就曾由二段经扣教尊 退道了如尊道行 今年他自己选择了 南无第三世多结腔佛 为本尊修持 又证到了教尊二段经扣 尽管如此 正如2015年7月16日 陆东赞法王给台湾觉醒寺 新建筹备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预言一样 陆东赞法王为什么以文字 答复了不能担任台湾觉醒寺的方丈 因为他没有这因缘了 陆东赞法王能清澈了知 生死成就的缘起远生 这就是真正的佛法 在向你们保证 还有另外一位教尊 同样由二段经扣 退到一段如尊 他选择了南无世家佛陀为本尊 实修最圣菩提空行海心水 现在已经回到经扣二段教尊道行 另外开出如尊 自己选择第三世多结腔佛 以鬼法为本尊 加修相满殊胜海心水 足够功夫力量加强 现已正道二段经扣道行 他与陆东赞法王不同 他会等到很多年龄 比他小得多的人都不在了 他还活鲜鲜的在羌佛恩师身边 除了真正的佛法 有什么本事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吗 你们愚笨哦 只有被邪恶诈骗迷惑的份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